朋友们大家好 今年注定对我来说是一个不平凡的年 2022年 今年三十 我的车翻了 我在救援 包括今年的初一 我还在路上 庆幸的是 这个年过得还算平安 平平安安的 我也没有出现什么意外 这还好一点 前两天车翻了 在拉萨把车给修了修 然后今天就继续出发 继续出发我们 接下来的路程还没有走完 本来我以为这辆车已经开不了了 谁知道还能开了 今天离开拉萨 准备还是往那去走 依旧在高速上 前两天去救援的时候 西藏这边一直在下雪 今天还是在下雪 高速上的雪也是超级多 经过上一次的教训 现在走雪路的话 一定要注意安全 一定要一定要 现在高速上也是冰雪路面 只能压着车往前走 前面有好多台车呢 都是速度很慢 不要让你回到天上 走 Perdana 诶 走 找这吃饭吧 车停这吗 往前走 车停这儿吗 车 车就停这儿 今天从拉萨出发 出发到一点晚 晚上才到当雄 天气非常冷 车里边的空调还是不管用 我们就在这边吃饭了 明天早上起来 明天早上起来 把这个水箱给糊一下 它的水位能上来 我们先去吃饭吧 明天再说 昨天晚上 我们就是在当雄待着的 昨天晚上也没走 天已经黑了 在这吃了饭 今天还是在这吃了碗面 把我车里边的 风事的出口 给糊上了 这样车的温度 它能上来 一会儿车里边的空调 就能管用了 不然的话里边太冷了 然后没太阳 没太阳会更冷 大家如果水温 水箱上不来 也可以这样 把这个水箱盖起来就行了 有的朋友说 我的节温器坏了 我不是节温器坏了 我的 我是 就没有节温器 但是一定要注意 把下面撕一字 别挡耗牌 把耗牌挡住 又是十二分 行了出发 这路上还是有积雪 我们要走上一次 我们没有走完的路 继续往前走 涅容线 上次我翻车 就是在这个线的附近 就是在这个线附近线的车 上次来的时候有积雪 现在路面还是 还是有积雪 我现在到了涅容线 涅容线就是上一次 我车翻车的这个县城里边 已经来这个县城 来了两三次了 上一次 我们开车来了 车翻了 然后又让老师下来 帮忙救援 又来了一次 这一次又来一次 这一次 走这条路线的话 会小心一点 小心的多 还是这么冷 当时来的时候 路上也是雪 现在还是雪 我们这次穿越 要去长江园 还有蓝藏江园 上次去了黄河园 等把这三个 园头穿完之后 我们就准备回家了 这次回家做个调整 这次出来过年 也没有回去 这辆蓝色小面包车 可能要开回河南了 因为我所有的装备 都在这个车上面 看能不能坚持到河南吧 说实话朋友们 我们走的这种路线 太小众 太小众 这18点很多越野人 基本上都不走这种路线 这环境也是特别的恶劣 大家好 我是九点 我们现在在青海的玉树三江园地区 准备去长江园的源头 昨天晚上赶路赶到了 一点钟 给大家说 这的环境有多恶劣 大家可能体会不到 看这个衣服 看这个衣服 现在还截着霜呢 到现在为止 这衣服还截着霜呢 脸也不洗了 在这喝杯豆浆就要走 今天要往前赶吧 保持身上的热链 啊 豆浆亮了呀 这风刮了一会儿都亮了呀 这风得起大吗 你有凉睡给我拌的吧 这是凉睡给我拌的吧 这儿呢 凉了气可大 你看它又没个瘤 嗯 我刚刚的衣服给溜了 溜完了?嗯 早上起来冲杯豆浆,我就等了一会儿乘凉的来 哎呀,再等一会儿结冰了 走走走,连爱不行了,给你走 吉普上车,太冷了,吉普 但是这边的风景还是不错的,看着 风有点大,太冷 不冷的话,还行 这都是隔壁滩 我们就是沿着这个路,沿着这个路一直走的 今天继续往前出发 长江源头 其实这两天啊 我一度怀疑收获是不是有什么急事 这两天赶路赶得特别着急 昨天晚上开车开到 开到一点多才停车 才在今天的那个路由地睡觉 今天一大早 喝杯豆浆,脸都没洗,又出发了 玻璃都没吹化了 看这个玻璃 乌蒙蒙的 上面结着霜的 温度没上来,温度上来等会儿吹吹 倒上来了准备 轻松轻松,过去了 轻松轻松,过去了 其实刚才我说 有很少的越野人走这条路 这句话呢不是特别的严谨啊 准确的来说是 有很少的越野玩的人 在这个季节 来这个地方 因为这个季节 来这个地方 冻死个人 太冷了 这也是恰恰我们 为什么要这个季节来 是因为我们的车 如果是雨 夏天来的话 或是秋天来的话 这都是沼泽地 我们的车不好从这过 我们只有冬天来 路上全部结冰了 我们在这儿 不是特别容易的限车 就能够从这儿过 没人吧 没人啊 有人的话帮忙救一下 那直接去找牌给他拖出来吧 那不合适不合适 别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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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儿看到一个 掉沟里边一个车 没人人应该走了 如果人没走的话 我们可以帮忙帮他拖一下 走了走了 刚才我们看到一辆当地的车吧 翻到沟里边了 车旁边也没有人 猴想用他的脚盘把那车给拉上来 我知道猴呢是好意啊 他是好意 但是我还是建议他别动啊 尽量别拉那个车 因为人家人不在人不在车旁对吧 你去动车不太合适 如果人在车旁边的话 那我们肯定义不容辞的 肯定忙忙的 就好像当时我的车前两天翻到沟里边一样 我最害怕的就是 别人动我的车 其实我能理解这种心情 尽量别动 人家既然能把车放在这儿 回去找救援 人家肯定就有想办法把这辆车再给拉上来 咱们尽量别动啊 如果人在的话咱们帮忙忙 人不在的话就别动了